鬼灭之刃无限成片中 四名鬼杀队的精英 三柱和一个柱的弟弟 共同对抗鬼王无产手下第一汉将黑死木 吴一郎是第一个遭遇黑死木的柱 黑死木由人转化为鬼之后 获得一些奇特的能力 其中一个能力是接近了人类 能够分辨出人类的细胞 吴一郎的身上拥有黑死木 遗留在寄国家的孩子的细胞 也就是吴一郎是黑死木的正宗后裔 尽管血脉已经十分稀缺 但是黑死木还是凭借着 这种独特的能力告诉吴一郎 你就是我真正的后裔 而我就是你四百年前的先祖 吴一郎接受不了黑死木 是自己主前的事情 黑死木身上传递过的压迫感 令他浑身都在颤抖 身体本能的无法动态 身体在抗拒战斗 黑死木观察到了这一点 想要让吴一郎屈服 但是黑死木小小了 他这个后代瘦小的身体里 拥有了多么坚韧的意志 吴一郎身上有三个体质员超黑死木 原因为他改造骄傲 黑死木的强大确实令吴一郎的身体 做出退缩的本能反应 但吴一郎很快便调整了自己的状态 精神层面变得坚不可摧 对面的鬼屋虽强 但我不能逃离 勇敢的战斗吧 即使生死 也能拖住鬼王无彩手下的第一汉江 为对我们争取时间找到鬼王无彩 吴一郎无惧生死 勇敢的阻挡比自己强大的鬼屋的品质 是黑死木所不及的 反观黑死木恐惧死亡 天队员一生前的最后一遍 他都有种立刻跪下求饶的姿态 他的后裔吴一郎比弹优秀 黑死木以一副救世主的姿态欺负吴一郎 斩断吴一郎的左手 用吴一郎的剑把他瘦小的身体定在石柱上 随后 玄米感到被黑死木切成术块 石米感到看到滴滴的惨样 物质尽略 对黑死木发起进攻 对黑死木重伤 严重感到 暂时稳住局面 吴一郎自己拔出定在身上的剑 缓缓把自己从石柱上放下来 他帮玄米接好身体 照顾队友 交代玄米 在他拖延住黑死木的瞬间 你们要发动总攻 不要管他的生死 吴一郎的自我牺牲民族珍贵 反观他的祖先黑死木 与亲生弟弟约定好一起消灭鬼王 却终不背叛弟弟背叛人类 而经常像不知道真相的人吹嘘 自己是多么不在乎生死 只是为了追求见到巅峰 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和笑话了 吴一郎的第二个体质 像阳光一样耀眼 让黑死木无处可逃 直思挣扎 吴一郎拖着残缺的身体 对黑死木发起了惊弓 穿过无数的尖气 带动会友一起杀鬼 凭悟通透世界的严重 感受到了他的起伏 与丰富不顾一切的杀向黑死木 吴一郎久久无声目觉悟 终于换来了机会 和四人吃力令黑死木 再次陷入了四百年前的恐惧 反观黑死木的独自求生 却会与个人的欲望和嫉妒 高下立马先分享 吴一郎才是继国家的传人 黑死木是一个自私的叛徒 在另外一个世界 见到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继国原意 北队原意老祖宗说 他拼命全力了 吴贵于心 原意为他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和关注我 爱你们